大家讲一个所有人变成了瞎子的故事 红绿的路口 一名日本籍男子忽然失明 迫不得已把车停在了路中央 他跟别的盲人又有些不一样 看到的世界全是白色 随后好些人把他送回了家 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处眼科诊所 然而医生一番检查后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建议他去大医院看看 可没想到到了第二天 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全部失明了 唯独医生的妻子莉莉是个例外 由于失明的人越来越多 因此政府专门设立了隔离区 莉莉为了照顾丈夫 也谎称自己失明混入隔离区 政府为了攻克盲流感 专门组建了一支研究小组 可没几天研究成员也被感染 来到了隔离区 然而这个所谓的隔离区 不仅没有医护人员 也没有充足的事物和水 门外还有如临大敌的警卫 很明显是要这些人自身自灭 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一号病区已经人满为患 新来的人在二号病区四立山头 这天二号病区的老大不知从哪搞来一把枪 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其他人要想吃饭 就得拿值钱的东西来换 但是换到手的食物根本就不够吃 就在大家越山再到的时候 二号病区的老大又提出 献出身边的女人换取食物 大家虽然气愤 但也没别的办法 然而当天晚上 有一个女人因为不配合 遭到了毒打 当场就死了 这件事让莉莉气愤不已 于是拿着之前藏起的剪刀 干掉了二号病区的老大 夺走那把枪之后 带着隔离区的人们开始反抗 可随之发现门外的警卫早已不见 病人们便摸索着 回到了哪个陌生的世界 莉莉带着丈夫和几个朋友 回到了自己的家 大家伙坐在一起相互慰藉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第二天 那名日本籍的男子吃早饭的时候 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势力又恢复了 所有人都为这一消息兴奋不已 因为大家不缘而同的感觉到 剩下的人都会陆续恢复势力 莉莉如是中夫的看向天空 眼前一片纯白 心想自己要失明了 不过随着视线的下移 终于明白只不过是虚惊一场 奶白色中的罪恶 咖啡杯中的希望 人性是永远的话题 对于盲人来讲更渴望看见 但是对于经历了这场灾难的女主角来说 或许失明挺好 因为这样就看不见人性的丑恶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一波点赞收藏 加关注吧 拜拜